今天我们聊聊张国焘的叛逃,张国焘逃离延安,绝不是意识冲动,想从延安逃离,也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人说他逃跑是害怕王明,王明的确能害他,但即使没有王明,毛泽东也不会放过他,他的命运在他放弃令力中央时就已经注定了,好在他跑得早,王明没有害到他,毛泽东也对他无可奈何。 甚至政治斗争残酷性的张国焘,在经受了延安一系列运动的羞辱,后于1938年1月就打定主义脱离共产党,但在随后的三个月中他表现得极为悠闲自得,有时驰骋山逸或在农村中流连一帆,有时携带儿子或携同一些青年郊游谈天。 在那段时间,他还频繁地参加文艺晚会和观看球赛,下场与小伙子们赛球,杨子烈因怀悦呕吐不适,张国焘常常陪伴他一起散步,细心地照料他陪伴他。 延安一线女同志戏称张国焘为模范丈夫。 当时国共两党每年清明节,有双方代表一起到王帝陵扫墓,以此向国人昭示国共合作团结欲武的决心。 1937年中共派网季灵的代表是周恩来和叶剑英。 1938年4月4日是清明节,国民党方面将派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蒋鼎门出席。 按照惯例中共方面也要派相应级别的官员前往共同主持仪式。 张国焘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4月1日张国焘找到毛泽东,要求去皇帝陵扫墓,说这有利于统战工作。 你去干什么?毛泽东说轩辕皇帝又不是共产党。 我们也不必过分地去崇拜他。 若是为了搞统一战线工作的话,边区政府派一个秘书就行了。 张国焘坚持要去说,去年是安来和剑英同志去的。 今年级别不能低于去年,而且国民党方面派出的代表也有很高级别。 我们不能派一个秘书去应付,以免受人画饼。 急警的毛泽东感到张国焘可能会逃跑。 但想到他的老婆孩子都在延安,他又放下了戒备。 他叮嘱张国焘的警卫员张海,你陪张主席去。 一是要保证安全,二是扫完木就立即回来。 张国焘满口答应,好,我很快就回来。 4月2日张国焘带着警卫员张海陆秘书和一个警卫班乘坐一辆大卡车从延安出发。 一行人经甘泉路线落川,于4月3日赶至陕甘宁边区南面的黄陵县。 1938年4月4日,张国焘代表边区政府继宣员皇帝。 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也到了。 双方同时计灵。 计灵时两个人站在一起。 张国焘对蒋鼎文说了一句。 我想和你多谈谈。 蒋会议当即吩咐自己随从将张国焘的警卫隔开。 张国焘上了蒋鼎文的坐车,又说了一句。 我想见见蒋委员长。 11日,张国焘到了汉口。 李克农率一批特务,把他从火车站接走了。 他逃了。 李克农同小鹏等和张国焘之间的三请三逃。 过程曲折,惊险万分。 其中,有一次李克农驾着张国焘上车。 周恩来挽着张的毕国,张大叫。 绑架啊。 当时周恩来的公开身份是国民政府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 他身为国民党的高官。 也有国民党的特务秘密保护,经问何事。 周回答没有你们的是,我们要带这个人去看病。 周恩来顺手把张国焘推进汽车,扬长而去。 由于国民党的特务移把所建的经过报告上去。 所以张国焘被周请到八路军办事处时。 很受礼贷。 但是实际上软中加硬,准备挟持回延安。 当时中共在武汉最高的机构是长江局。 长江局书记王明对张国焘说。 你是党的最高领导人之一。 党的组织原则和纪律,你应该是知道的。 秦邦县附和王明的话说。 你的行动应该通过组织。 报告中央。 你是边区代理主席。 擅离岗位自由行动,错误严重。 周恩来笑着说,我们暂时不要谈这些吧。 国焘同志一路辛苦。 我们办一桌酒席为国焘同志结封。 然后让国焘好好休息。 办后周恩来又笑对张国焘说。 国焘,你大概很久没有喝过这么好的茶了。 这是西湖最好的龙井。 张国焘瞎了一口也笑说。 果然是好茶。 好茶。 周恩来见气氛缓和。 于是就进一步向张国焘说。 老朋友老同志。 这些年。 你对党做了很多艰苦的工作。 你对党的贡献太大了。 因此党对你也特别关心。 国焘,你可以不可以告诉我。 你这次到武汉来。 到底是准备做一些什么呀? 张国焘见周恩来如此这般友善。 心也软了一半。 就随口说。 看看老朋友做做统战工作吗? 周恩来笑说。 我本来以为你只是散散心而已。 原来你随时都想到党的工作。 做党的统战工作, 真是太好了。 周恩来接着又问, 你打算见些什么人呢? 张国焘坦率地说。 我想见蒋委员长。 我既然是边区政府代理主席。 到了武汉是应该向他报告边区工作的。 周恩来脸色一沉。 向李克农招呼了一声。 你把张副主席好好事后。 好好事后, 我有点事要办。 说完周恩来就匆匆走了。 李克农会议。 与张国焘寸步不离。 连张国焘上厕所, 也守在外边。 16日。 周恩来对张国焘说。 长江局已向中央请示过。 中央同意你见蒋介石。 我也与蒋介石的侍从事联系好了。 我现在就陪你一起去见蒋介石。 你陪我。 张国焘问道。 是的, 我一定要陪你, 这是中央指示的。 周恩来回答。 于是张国焘在周恩来的陪同下去武昌见蒋介石。 在汉口至武昌的轮渡上, 张国焘说。 天天检查IP都。 老是听见枪栓响, 这不是逼我出走。 与其今后给搞死, 还不如现在寻条生路。 你放我一马。 我感激你。 老毛让你带我回去, 只是表面说说。 你要真把我抓回去, 老毛会觉得你灵不清。 周恩来对张国焘说。 老毛的确胡来。 但是只有留在党内才能制止他。 如果大家都走了, 老毛不是更加胡来吗? 到了武昌周恩来吩咐李克龙说。 在进入蒋介石官邸以前, 你们必须和我们保持一段距离。 避免蒋的警卫人员产生怀疑。 李克龙当然遵命。 张国焘周恩来见到蒋介石, 彼此只说了几句客套话。 蒋说改天再详细谈。 他们前后大约就出来了。 当他们从蒋市官邸走出时, 周恩来突然见到一位熟人, 正想闪避。 对方叫了一声。 恩来, 你看望伪作来了。 周恩来连忙向对方行了一个军礼, 打了一个誓字。 周恩来当时是蒋介石委任的中将。 张国焘一看周恭敬的神态, 断定对方一定是国民党中 比周恩来关节高的官儿。 正当周走向对方寒暄时, 张欣想天赐良机。 此时步走更待何时。 拔腿就跑。 周恩来也顾不得他和国民党高官的礼貌。 随后就追。 两个中共大人物在武昌大街小巷 向小孩子捉迷藏似的。 绕了几个圈, 张国焘终于又逃了。 李克农是特务高手。 他手持蒋介石委任的上校政见。 率领一般身着国民党军人制服的中共党员。 在武昌室内做地毯式的搜索。 声称捉拿逃犯。 终于在一个旅馆内, 又把张国焘找到了。 李克农向张国焘拘了一躬。 抱歉地说。 张副主席。 你受惊了, 这里不方便, 随我上办事处吧。 张国焘坚持不去办事处。 他对李说。 你们要杀我或者枪毙我。 就在这个旅馆行事吧。 17日。 周恩来到旅馆见张国焘。 面色凝重。 向张国焘提出三个可以选择的办法。 第一回延安。 第二向中央请假。 第三声明脱党, 再由中央宣布开除。 张表示接受第三个办法, 并表示自己会守规矩。 不会透露共产党的机密。 也希望你们能守规矩。 自己不计较共产党以后怎么评价自己。 4月18日, 中共中央宣布开除张国焘。 1938年4月22日, 中国共产党在新华日报上正式公布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 政治就是这么诡异。 明明是被人赶走的。 自己还不得不背上一个骂名。 不过能当机立断逃离延安。 不得不说张国焘还是幸运的。